今天早上也有說到衝突法會的一件事 你們是不理解他們的行動 但就說他們要演習這個字 剛才在集會的時候也說他們是不光彩 演習為何會這樣演藥不轉變 現在的立場是怎樣的 因為我們要理解那件事件 其實發現有很多行動參與者 他們確實是不以為 昨晚的行動確實是為了今天立法會23條的網絡 即是這個網絡三條表決 才發現原來那個誤導的情況很嚴重 認為整件行動裏面 我們會覺得衝擊其實是可以的 衝擊也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場運動其實是衝開大氣 但問題是當中的運動倫理 大家是否會跟社會參與者公眾說清楚 本身行動的原因 如果連原本的原因都有誤導性的時候 我認為這件事件其實有很嚴重的問題需要譴責 我想問一下有學生都說會不會過關和學聯本身 現在已經有個表態沒有 這個沒有的 我們都是同一批同學正在聯絡 其實都知道他們有這樣的計劃 希望試一下究竟那個不被過關的名單 其實有多寬呢 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如果他們有的話 他們希望政府其實應該正視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運動參與者 是希望爭取一個民主政制 但是竟然可以列入了所謂的黑名單之內 是不被過關呢 因為我們認為每一次的行動 其實要重新回到運動倫理 就是可能這個運動裡面 其實大家都沒有什麼正視過的一些問題 就是怎樣對自己和對其他參與者 甚至公眾是解釋 並且有一個有承擔的行為是展現到 那其實是不是可以辨認到某一些激進分子 是真的存在 或者他們是在什麼位置的時候的行動呢 那你見到其實整個過程 其實相對上現在都是難的 因為其實通常他們都會在網絡上聚集 但是你見到其實佔領區裡面 其實有很多朋友 他們都會考量著所謂的升級行動 其實應該怎樣做 那我想在裡面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 你怎樣去和佔領區裡面的一些佔領者 去談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升級行動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機和做法其實應該怎樣 而佔領區裡面的行動者其實他們都不是猛動的 他們都是同意其實你要升級行動的話 其實有一個時機 並且有一個可以說服公眾的理由 其實會不會開始考慮那個說服公眾的理由 和一個時機由譬如商學去想去做呢 其實會不會有透過這次事件去想一想這件事呢 我們都覺得是要申明一個運動的策略 其實為什麼時機和說服公眾的理由是重要 是在於當我們有很多行動的時候 為什麼有時候其實公眾會認同 有時候公眾會有保留呢 當中其實大家的準備足不足夠 或者那個伸說旅遊其實不是充足呢 其實都很影響的 大家同意的就是 例如看回一些外國的例子 無論是甘地或馬丁路德金 其實他們每一次行動背後 都是會證明他們行動背後的原因 那麼即使在預算運動 大家理解的就是你831決議留一閘之後 那麼大家會同意就是 其實這個政府其實是很藐視香港人的民意 那麼這個運動方向 確實是會朝向一個不合作呢 或者癱瘓就是政府運作的方向 去期望政府有壓力 然後回應市民的民意 但是這些行動 它背後的壓力 什麼時候是一個適合的時機去展示出來呢 怎樣去說服公眾那些行動 是確實是可以造成政府的壓力呢 那麼這些確實是昨天的行動 大家是未見到的 那麼如果未來的行動的話 這些要新屬 但會不會開始考慮呢 剛才我問就是會不會考慮將這個升級呢 現在其實考慮就是大家一直在不同的佔領區裡面 其實大家都有談的 因為這個升級行動現在大家的方向 並不是純粹佔領區上面的擴展 或者單純是包圍個別的政府總部 而是大家雖然目前見到是有阻滯的 譬如自己公投或者社會宣傳 大家都認為是一些升級方向 大家只不過在當中的差異或者判斷 衡量比重的時候就在於這些行動 什麼時候是一個升級的時機去做 那這些確實你是要落點功夫 去跟戰令者去排序 究竟這些行動他們的重要性效用 怎樣去在裏面有一個雙得英章 是夾到出來形成壓力給政府的功效和時間 請問現在童年中立有多少人的報告 是說要被他入境的 還有那個主要的成員是哪些總職 他們有沒有參加那些什麼行動的 那個數目上面 我沒有最新的那個數字 因為沒有統計 但是見到被他入境的人士 包括通常是學生會的成員 或者你說是出去2號有參與遮壓道行動 公民抗命被捕的同學 或者是一些有參與社會運動的社會人士 都見到其實他們是不備入境的 所以今天也有些發明的事 會不會太強烈 所以會不會太強烈 大家這樣需要問的就是 六月份的時候 大家或者新界東北的村民 或者社會朋友去衝立法會的時候 其實是否一件暴力行為呢 大家都見到其實當你申訴到 背後的原因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理解整個行動 而当中你见到昨晚的行动 其实不是期望以伤害其他人为主 当然你见到整个画面 或者理由上其实你是解释不足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其实行动是有因解 有因解 这个其实大家都依然在边缘里面 这个其实我们会认为 如果他的行动并不是以伤害对方为目的 这个其实依然是非暴力原则之内 如果是解释不足够会有特别的 那会有特别的判断官 会有特别的判断 会有特别的判断对方的判断 你说当下怎样可以区分到一些占领者 我相信我们的出发点 就是不希望以标签式的作用 去纯粹污名化个别的参与者 或者纯粹认为他们 没有思考过前文后理 然后就去冲击 我相信当下要做的就是 你要理解当中那些参与 或者占领行动或者冲击行动的朋友 他们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去沟通到 或者商量到如果未来有行动的话 大家会有一个更加好的协调 因为大家都见到其实 在整个昨晚的行动里面 有一批的行动者 他们确实误以为真是 今天立法会是确实有 磨绿23条的表决 我相信这个是需要更加好的协调 亦都见到其实不同的团体 或者朋友都呼吁其实那批行动者 应该是跟其他参与者 或者公众交代 他的行动背后的缘由 以及以后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想过其实昨天那帮冲击者 其实可能是一些便衣的警察 而令警方有机会去满下这运动的清场 会不会是一些便衣警的打烂玻璃 而是跟其他运动的乘机升场 我这个其实是不知道的 其实清晰你刚才觉得 他们的冲击者的冲击行为 都是属于踩界 都仍然是属于非暴力的原则 因为刘少娃是不是商人的 就是非暴力的原则 但他很明显都是一个有暴力的行为出现 他的暴力是否实际上是指 他用一些铁炮去打烂玻璃去冲 就是有冲撞 用一些瓶盖去订 玻璃订 立法会的大约 你觉得这样都仍然是一个非暴力的原则 我猜是不是要打烂玻璃 究竟是不是一个合适行为 我相信并不能抽空这样说 并不能单凭一个行为去判断 比如说我们必须要看整个整件事的脈絡 必须要看整件事的来龙去脈 当然有些朋友会 比如说太阳花学云 爆玻璃冲进了这个立法院 比如说新界东北 他前期部款 他继续通过的时候 都会有类似的冲击行为 但当你有整个的脈絡 你当你整个来龙去脈 当你整个论述 或者你整个行动的原因 都是准备好 或者是你有这个正当性的时候 这类型的行动 其实我们会觉得是可以接受 但是当如果整个的运动 包括预伤运动去到五十几天 因为为什么可以坚持那么久 或者是为什么可以令到 甚至是全世界的媒体都关注 或者是政府不能够有藉口去 动手清场 其实都是因为香港人这个预伤运动 是可以抑守这个和平非暴力的原则 这个预伤运动一直坚持这个精神 才可以走到这一步 或者甚至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 或者得到那么多人的掌声 所以在预伤运动上 我们必然是会继续坚持 这个和平非暴力的原则 必然是会呼吁所有的参与者 或者所有的运动的朋友 都是要坚持这个和平非暴力的原则 依然我们去判断一件事情 或者一个行动 是不是有它的正当性 或者是我们会不会同意 其实是很视乎不同的东西 第一样包括就是 它行动背后的目的 行动背后的理念 究竟冲击立法会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太阳花学云冲击立法会的 理解是很充足 原因也很充足 铺鞋也是很充足 比如说反黑商服务的成员 其实是经过了很多的心间势座 经过了对于这个服务协议 是经过了很多的抗争 才会走到这一步 比如说新界东北其实是 长期有和村民组织工作 长期有和政府去做不同的抗衡 去阻止这个新界东北部款 才会扬成613 或者冲击事件 或者6月6号 闯入了立法会大楼里面 但是当我们昨晚见到 整个的行动 其实目的是不明确的 甚至目的是有五度成分 比如说希望去阻止一个 基本上是下年年中才通过的 莫洛二十三条二度 第一就是目的不明确 第二就是整个行动 基本上不是对 整个参与行动的行动者 或者是呼应号召者参与 就是呼应号召者出来 参与这个行动的朋友是有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包括是令到可能冲击完之后 令到其他的支持者或者令到其他行动者 是下面有一个安逆之中 所以配合这些的脈絡 配合这些整件事的来龙虚猛 我们是会对整件事有保留 甚至是会不同意 其实刚才提到都说 希望可以跟行动者相互 但某种程度上现在 它是有些矛盾跟你们 或者不同意你们 所以连谈都不想跟你们谈 会不会在你们去执行动的时候 担心有一个大家分歧在这儿 变成往往之后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 我觉得当下或者为什么会有一个分歧 是在于运动到今天五十几天 大家其实是会感觉到焦燥 对于政府一直都没有很提供切实的回应方法 去解决当下的政制争议 而你说譬如团体他们未见到 又提出下一步一些很确实的行动时间表 而他们认为那些行动其实是需要 可能团体提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是一个可行的方向的时候 他们会去提出或者思考自己 是不是有另外行动的方向 我相信当下如果大家要协调好的话 你必须要有更好的沟通 亦都是要提出更加详实的时间表 去就住例如生活行动 或者例如不同的行动方向 去说得出当中如何透过这些行动 去施压给政府 而如何令政府有所退让 我相信这些是要解决当下分歧的 有些必须要的事物 好 谢谢 辛苦你们了 手都远 谢谢 谢谢